MING PAO TORONTO 晚安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刨完馬仔未到 未刨完不要緊 明晚亦有3T場次賽事 會在這個瞬間看獨贏 介紹給大家聽 用堅車賽馬APP 講回曾經贏過同情的馬匹 好像昨晚一樣 曾經贏過的 你留意不到 他又好分的 有時他再跑就會走進來三甲 有時兼顧他們 好像之前那些開懷大少 冷披 八歲老馬走進來 都是其實贏過同情 這些要大家記住 未講之前 記住下載堅車賽馬APP 還有還未訂閱這個頻道朋友 右下角有顆四星龍珠 大家可以按下去 訂閱這個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好了 我們立即帶大家看看 今次在這個3T的次關 第六場 有哪些馬曾經贏過同情 威武覺醒這隻馬 一出就已經贏了 所以都算頭夠贏一局 何宅要選擇 當然是鬼上身 我們給他一個黃心 至於另外 前鋒這隻馬都贏過同情 何宅要不騎 看看是否真的選對了 贏過同情 我們繼續給他黃心 和對行之星一樣 日新月珠那次貼了大冷門之後 好像沒有表現 過來菊草試試 不過記住 這隻馬未贏過 靠雷神的一檔 看看千二有多少 至於木火同名厲害 5win 不要排外檔 就留了他 我們給他一個黃心 至於帝豪之星這隻馬 都贏過兩次 看同情我們都不要漏了他 同情有時太多馬贏 有時會出現爆冷的賽果 因為未必是熱那隻贏過的馬再贏 至於新威力 十一檔 如果十一十二檔 這樣跑Q回來 當然就會好分 另外 後面還有晉神 都贏過 你會見到 很多馬其實都贏過同情 至於九號桃花多 就只是近 暫時未開到齋 喜進之星 亦都算是勞情專家 跑十七次那麼多 都成九次 接近一半入了三甲 醒目勇區 波仔有時都會貼 這隻馬都算追得不錯 七歲馬你不要漏了他 贏過兩次 至於後面多姿多財 田泰鞍都有騎 應該都沒有選錯 我不知道 同場兩隻未贏過 不會一Q翻 但你會見到 十二隻馬跑 有十隻都贏過同情 你就知道 這場當然亂局 所以有些贏過的馬 你又不要太看小 甚至乎選馬的時候 範圍要闊少少 或者穿雲 頭主策略上會比較好 節目時間差不多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拉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